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说到他 我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的导师 唐德胜教授 二十多年前 正是在唐老师的课上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几何 而且从此就不能自拔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学科 在那个时候 唐德胜老师是在国内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之一 更可贵的是在十八年前 当唐老师指导我完成了博士论文 我走上教学的岗位的时候 唐老师又将这门课的教编传交给了我 我现在还记得唐老师当时给我讲的一件事 他说虽然在当时 计算几何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充分了 在国际上的很多的学校 包括知名的学校里都开设有这门课 但是在中国的大陆 清华的这门课还是唯一的 我从他的话里应该能听出很多的期许 确实 现在这门课在我手里已经交了十八年 据我现在的不完全统计 至少在国际上知名的有三十多个学校 都在讲授 或者说一直在讲授这门课程 但很可惜 在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业的机构和人员 还是屈指可数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MOOC 因为它可以使得我让这么样一门充满美 充满智慧的 充满欢乐的一门课 能够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年轻人和我一样来分享 所以从这个一上讲 这也了了我的一桩学术上的心愿 非常巧 明天正好又赶上唐老师的寿辰 唐老师 请允许我用这门课程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您 也祝您和夏老师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天天开心 在此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向所有的计算几何方面的同行表示感谢 包括我的师弟 顾显峰教授David Gu 以及很多没有谋面 但是我从网络 从各种图书的资料上 向你们学习过的同行和前辈 你们的很多的智慧和你们的成果 也会在这个课程中得到体现 并且为这个课注入了有机的组成部分 所以请恕我不能够一一向你们表示感谢 而是笼统地向你们表示敬意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18年来 在我的课堂中的所有的那些学生 你们都很聪明 也很乖巧 你们同样也不乏有挑战性 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是我在清华园中最难忘的那一段记忆 非常感谢你们 正因为你们的那种不断的激励和挑战 所以才使得我能够不断地向前 不断地向前 历届同学们所制作的那些精美的演示 也使得我的教学形式上越来越活泼生动 使得这门课程更加地具有吸引力和魅力 所以非常地感谢你们